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在高速路上后车开远光灯 自己的中央后视镜和左右后视镜会特别的反光侧眼 我们大家开过夜车的都知道 在夜间行驶的时候 遇到对面的车辆是远光灯的时候就非常的难受 除非它很有素质会进行变化灯光 不然的话 远光灯要要着眼睛会让车主的视线变得模糊不清 一不小心就会发生意外 然而在高速公路上面 都是单向行驶 就算对面有来车 会被中间的绿化带给挡住 所以在高速上面开夜车 要注意后方的车辆的远光灯 很多时候后方的车开着远光灯跟车很近的话 前面的车主视线也会看不清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后视镜的防旋目功能打开 以中国司机现在的情况连车内防旋目都不懂 别失望他们能给你一定的安全 所以需要你在行驶中不断的根据情况 将自己时刻处于相对安全的境地中才是最稳妥的 夜晚上高速的就把远光打开 跟车静的可以切换一下 防止前车司机不会打开车内防旋目 那么多进算计呢 一般在100到150米左右 由于高速路是单向行驶 对向行驶的车道 基本上有较高的隔离物阻拦 可以遮当大部分的光线 因此基本上在对向行驶 中双方使用远光灯 不会产生干涉现象 所以不会对对方的安全行驶造成交代影响 同向行驶的车辆 远光灯只会对前车的后视镜 到后进造成反射光 使驾驶员畜目影响驾驶 这时驾驶员只需将后视镜下部的开关往下按 开启后视镜防旋目功能 即可消除后车光线的大部影响 如果你还觉得不是 你可尝试着在保持有足够车距时 进行点杀 以提示后方车辆变更车灯 在对方无反应时 那你就只有变更车道 降低行驶车速了 以保证自个的行车安全 自个觉得能够安全驾驶了 才能保证不影响别人行车 总之 对于提醒面对无聊四季跟车乱开远光 灯光提醒没用 知道灯与且自觉的人太少 没有好办法 出行安全第一 一个在路上开车不自觉 不顾别人感受的人 素质好不到哪儿去 更别提人品了 物件恶小而为止 注意 本文被网络撰载 文章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百顺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心全请人细删除 相关文章